你就是小雨师弟吧 不不不不 太折瘦了 您这把年纪 我看见您都忍不住 想扶您过马路 胸前红领巾都更鲜了呢 小师弟 你真爱说笑 你等着 我给你讨一件老宝贝 老人家你很自重 我可不想看你什么宝贝 你找到了 藏经阁的村官玉牌 是这个呀 还以为什么呢 吓我一跳 以后看守藏经阁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我去生孩子去了 小雨师弟保证